我們之前介紹到電竿製程 那之前講過電竿製程最重要的三種工廠 特別是離子化跟分解 還有什麼 失散配成的 realization 激發分解 其中離子化會產生離子 而產生出來的離子呢 其中有目的就是拿來做離子物質使用 就拿來做離子物質使用 那半導體它的導電率可以藉由殘雜物來控制 半導體的導電 它的導電率可以藉由殘雜物來調變 而半導體的殘雜呢主要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在加熱制止的時候 已經介紹過的就是用擴散的 熱擴散的方式 另外一種呢就是這個章節要介紹我離子物質 也就是說將你想要殘雜的元素呢 先把它變成離子 然後再經過電子的加速 直接把它入射至基材材料上面 或者直接入射到半導體裡面 就形成了離子物質 那離子物質是一種添加製成 因為你是將殘 它將額外的元素變成離子之後呢 注入至半導體裡面 所以是一個添加製成 它是使用什麼呢 高能量的代電離子素物質的形式 將殘雜物的原子強行 殘入到半導體裡面 就好像打針一樣 直接將元素 要殘雜元素呢 變成代電離子 在經由高電廠的情況下 讓它具有高速動能 然後可以直接打到半導體材料裡面去 那 傳統的半導體材材料 就如同我們在加熱制程介紹 使用熱物擴散 就是能乘積一層 零系玻璃或者是鵬系玻璃 看你要材材還是零 材材零就是Poco QCLC 然後加量機變成什麼呢 含 含那個 含零的 C玻璃或者是鵬系玻璃 就是二氧化裡面含鵬 或者含零 然後呢經過加熱之後呢 擴散進去 但是加熱制程的缺點是什麼呢 它是等向性擴散 所以又往下擴散 又往側向擴散 它是等向性擴散 等向性擴散 等向性擴散 這個在加熱制程介紹過 然後呢 使用剛剛那種方法造 其實在做MOSPLAY的時候呢 是先形成SOL DRAIN 先把SOL DRAIN的區域擴散 形成之後呢 再定義雜集的位置 早期是先做SOL DRAIN 再做雜集 那這個做法呢 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是什麼 SOL DRAIN已經先做好了 SOL DRAIN的位置固定了 接著雜集的材料 都會黏上去之後 接到10顆雜集 10顆雜集的時候 又需要一次微影步驟 而在微影步驟當中呢 如果微影步驟有了誤差 對歪了沒對著怎麼辦呢 比如說他往右偏移 在對準過程中 他往右偏移又變成這樣了 往右偏移又變成說 欸 GAIN的項目 應該要完全包含SOL DRAIN 可是因為要讓他們 這裡有一個區段 沒有被擴散到 那即使你在電梯裡操作 其實這裡形成Immersion的P圈喔 可是中間還是有一段 是斷掉的 沒有形成P圈喔 他就沒有辦法擴散 所以早期這種 先做SOL DRAIN再做GAIN的做法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在 會有對準誤差 這個對準誤差 可能會讓原件 根本沒辦法操作 那如果要能夠確保 這個GAIN能夠完全卡到SOL DRAIN 那就變怎樣呢 你的GAIN的長度 就要比SOL DRAIN還要來得長很多 可是SOL DRAIN的長度 只要比GAIN GAIN的長度只要比SOL DRAIN的 如果中間的速度還要快的話 那就有一個缺點是什麼呢 GAIN到SOL DRAIN的 OVERLAP就會變大 OVERLAP會變大呢 電子學有交互 這時候你的CGS跟CGD 就會變大 CGS、CGD變大之後 有沒有OVERLAP變大的話呢 高頻響應就好 半導致原件的高頻響應 就會變得很差 所以為了解決這件事情呢 後來使用一個新的方法 這個新的方法呢 要解決 第一個 他要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 對準問題 他想要解決對準問題 第二個 就算沒有對準問題要了 我就加熱方式擴散 他受制度會往內部擴散進來 即使我受制度擴散的地方 跟我的GAIN的光照完全對準 可是只要一參打完 加熱他有個車想擴散起來 你會造成OVERLAP變多 那就會造成高頻響應不好 為了解決高頻響應不好這個問題呢 於是開發出一個新的技術叫做 自我對準技術 這個叫做自我對準技術 什麼叫做自我對準技術呢 之前是先做受罪再做GATE 那就會有所謂的GATE跟受罪 叫離死對準的問題 那現在改變了 反過來 我先做GATE GATE做好之後呢 再用離子布置 那這時候就有好處 被GATE擋住的地方就不會被參打到 就不會被參打到 沒有被GATE擋住好像就會參打到 那這樣的話 受罪的行程需要光照 這時候呢 受罪地方的行程就不需要光照 他等於是GATE的圖案本身就是可以定義受罪在那裡 這叫做自我對準 不需要額外的光照去對準哪裡是Source 哪裡是GATE 完全有GATE的定義 GATE在哪裡 沒有被GATE遮住的地方呢 自然離子布置就會參打到 所以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 他不會 他第一個他就沒有對準問題 GATE在哪裡 就像GATE歪了 受罪也只會在GATE的兩側而已 受罪也只會在GATE的兩側而已 這有這樣的好處 所以 他就解決了雜情的對準問題 這叫做自我對準 自我對準的步驟 稱之為Self-Alignment 自我對準 Self-Alignment Self-Alignment 也是限制就到現在這個地步 那第二個 要解決擴散的問題的話 那怎麼辦呢 就是 我在加熱製程介紹過 加熱製程有哪些步驟用到加熱製程 傳統的擴散 傳統的氧化 還有什麼呢 熱製程 那我前面講過 傳統熱製程 使用盧管的話 升溫慢 降溫更慢 可是現在要發明什麼 快速熱製程 可以迅速的 升溫 迅速的降低 所以使用快速熱製程 就可以讓它的熱氣存降低 可以讓它的側向貨散變少 因為加熱的時間就無大幅縮短 所以 在追求原件的微小化的過程中 自我對準必不可念 因為如果你不用自我對準的話 GATE 跟 SOJEN 額外用統統的光照 為了確保 OVERLAP 你的尺寸會比較大 使用自我對準的話 GATE 只要專注於 把 GATE 縮小就可以了 因為 SOJEN 的位置就是 使用離子不值的時候 自我對定義區外 離子不值的優點是什麼呢 跟傳統擴散相比 離子不值可以獨立控制 餐長的濃度跟深度 擴散沒有辦法 我們在加熱製程的時候 有介紹過 擴散的就是從濃的跑到淡 所以越表面的覺得是越濃的 越深的就是越淡 但是離子不值是直接 達到淡口裡面 它可以在比較深的地方濃 比較表面的地方淡 它就像大號淡一樣 所以呢 它深度 是可以用離子的能量 總之 濃度可以藉由什麼呢 離子數的電流值 或者是時間 你在離子不值的時候 你的時間乘上 你的離子數電流 兩個的成績就是離子的數量 所以這個呢 離子的濃度 可以藉由離子數的電流值 離子不值的時間 他們的成績來控制 深度可以利用離子不值的能量 來控制 然後離子不值在進食的過程中 基本上基板是不需要降落 它是在細溫的過程中 離子不值打進去 所以 用什麼東西可以阻擋離子不值呢 用傳統的光柱就可以阻擋離子不值了 傳統的光柱就可以阻擋離子不值了 但是離子不值呢 本身是因為你高能量的離子 打到晶圓裡面去的時候呢 你的原子打到 不值的離子打到晶圓內部 會跟晶圓內部的原子產生碰撞 最後停下來 所以這種產生非台型動態 最後讓離子停下來這個精緻呢 離子所損失的能量呢 大部分會轉化成熱能 所以離子不值的晶圓表面會發熱 這時候為了能夠降低於晶圓的損傷 還會有一個冷卻系統 將離子不值所產生的熱量給輸發掉 避免晶圓打越久 如果離子不值要平衡 打比較久就會發熱 一發熱之後呢 光主在上面 光主只要受熱就很容易規劃 或是碳化 這對晶圓是不好的 避免高溫下光主產生光狀的結構 就不好清洗 光主的去除就會比較困難 甚至還會剝落 把蓋球都打焦標 所以跟傳統擴散相比 傳統的擴散是等向性製程 離子不只是非等向性的 它是有方向性的 你想打往哪個方向打就往哪個方向打 所以兩個相較比較起來 傳統擴散製程是高溫製程 因為是高溫就可以使用光主來擴散擴散 因為光主不耐高溫 光主不耐高溫 光主是一堆碳氰化物 常列狀碳氰化物 你只要使用到高溫的話 它會揮發掉 變得很潘 變得很多碳氰化物 然後呢 離子不只是低溫 所以你可以用光主 就可以當作它的阻擋層 然後呢 擴散是等向性的輪廓 因為擴散是等向性製程 離子不只是非等向性製程 但擴散沒有辦法努力的控制 就是參考了離子跟前面深度 但是離子不只是可以 它的能量跟深度可以控制 那傳統擴散基本上是使用無關 所以一次可以很多片 那離子不只是的話 基本上它是一片一片大 但是有的機械是怎樣呢 我可以一次放很多片進去 它就像滾輪一樣 離子不只是的機械是什麼呢 我可以同時放很多片進去 放成一個圓弧度的形狀 我看一下旁邊有沒有 有很普遍 離子不只是的機械呢 大概內部可以長這個樣子 離子不只是它的圓弧是怎樣 它是一片晶圓 然後放進去 然後離子樹打過去 離子樹就是一個pin size 離子樹打過去呢 它會這樣子掃過來 整個樹這樣子 掃過來 然後再掃過來 掃過來 掃過來 最後就是整片就會被 均勻的探長 離子樹打到均勻 那整片均勻就會被探長到 那一般的晶台是怎樣呢 它可以同時放很多片 它就像是一個大轉盤 它就像是一個大轉盤 大轉盤上面有很多 就像什麼 紅豆餅鍊有沒有 紅豆餅鍊上面有很多凹槽 然後每一個都可以放一個晶圓 然後離子樹呢 打進去的時候呢 比如說離子樹就忽略在那個位置裡 然後呢是這個轉盤 一直轉 所以一打之後呢 轉盤一直轉 同時就一輪 這微粉的所有這個位置全部都爛 然後呢離子樹呢 再換下一個位置 然後一掃的是整排 整排的轉 那有些還可以設計什麼呢 離子樹這邊的 這裡會公轉之外呢 裡面經典有的還會自轉 不一定 要看你怎麼設計你的離子布置怎麼大 看離子布置這樣子掃 還是離子樹孤立不動 晶圓轉 只要看晶圓怎麼設計 基本上 離子布置就是要將離子樹 最後搭滿整個表面 搭滿整個表面 只是這個表面呢 你是放一個晶圓進去 還是放一輪晶圓進去 就看晶圓怎麼設計 就看晶圓怎麼做 所以它可以是單片的 也可以是多片的 但是花的時間有差嗎 單片跟多片差別在於 多片跟單片製程差別在什麼呢 你打那個晶圓上 所需要的時間是固定的 一片晶圓要掃多少次 這是固定的 越多片就越多 一次放很多片跟一次放很少片 差別在於 如果一次只有一件 你會多花什麼時間 晶圓拿進來 然後抽真空 打完 破真空再拿出來 你多了這個 Weaver的 Transfer的動作而已 這就會花時間 但一次放很多片進去 就會比較省時間 因為每一片晶圓上面 要離子物質的總時間 是差的是一樣的 你就要多片跟少片沒有差 對不對 只是你優先把所有時間把它掃完 還是大家都先掃一輪 再掃第二輪 再掃第三輪 最後花的總時數 就是單片時間 再乘上一個倍數而已 可是一次放多片跟一次次放裡面 差不多在 晶圓在傳送的時候 你就會省掉那個時間 一次多片 你可以省這個晶圓傳送的時間 那離子物質主要是 手要可以進行半導體的參雜 那半導體的參雜之外 還可以用作哪些種類呢 第一種非晶圓的詞 後面會提到 第二種深埋成長不止呢 這個部分呢 比較少用到 應該說 各會比較少見到 那之後可以給各位講 第三個是什麼呢 N型半導體的受卷材料跟GAT是用N的 P的話是受卷跟GAT是用P的 最近看到離子物質的應用 主要是什麼呢 用在受卷的參雜的話 就可以參雜成N型半導體 P型半導體 除了我們最常看到的 三組元素 五組元素 可以用來參雜成N型半導體 或P型半導體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常用的包含什麼呢 非晶化 埋藏成跟多精進濕溝隔阻擋成 這個比較少 這個通常比較少 離子物質最主要都用在哪裡 最主要是用在參雜 而在參雜的過程中呢 還會用到這個技術 這個跟這個呢 是兩個不同的功能 我們後面會來講到這兩個 我們先講的埋藏成 埋藏成是什麼呢 來 埋藏成是這樣子 那有一種晶圓叫做 SOI 晶圓 SOI 就是 Silicone Insulator 那早期 SOI 做法有一種門派 是怎樣呢?一個C晶圓 然後我們都打一樣的粒子不只打進去 打在一個固定的深度 然後這裡一樣更多 那這裡很多的氧 我把氧打到這個深度 然後再經過一個加熱推火 它可能就會形成什麼呢? SiO2 所以變成說這裡有一層SiO2 然後Mod Space在這上面 好處是什麼呢? 原件的漏電流就不會被SiO2擋住 就不會往基板下面流 這裡是Subtrain 就不會往基板下面流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這個晶圓多後 500M到700M 而電競體一直住在哪裡? 我們前面才介紹過 電競體還坐在表面 不到1M厚度的上面 可是整片晶圓有這麼大 而電競體一直住在這上面而已 所以下面會有很多的雜訊的訊號 或者是你在超出電競體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漏電流珠 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會附在下面 有一個 阿彩層 SiO2 它可以讓電競體的電特性 變好 無論是在雜訊的地方 或在漏電流的地方 或者是原件跟原件 直接要合掘 它不只是表面合掘 它連底部最好都合掘 就會有這個 這就叫埋氧層 就是故意把氧擋到這邊來 埋氧層 這是告訴各位 為什麼它會有一個 埋藏層 是為了這個樣的做法 是為了這個樣的做法 接著我們來介紹一下 離子不止打到晶圓裡面去 最終總是會 跟晶圓裡面的晶格原子碰撞 損失能量 然後最後失去它的動能 最後停下來 留在晶圓內部 離子不止 是 參雜的離子 經由電漿製成 參雜部的氣體分子 在經過電漿製成 變成離子之後 然後再利用電廠 把這些離子給抽出來 然後再經過特定磁場去篩選出 特定核子裡的離子 純化離子數之後 給它加速電廠 佈置到晶圓裡面 打到晶圓裡面之後 它會跟晶圓裡面的原子 離子產生碰撞 然後失去能量 最後停下來 最後停下來 所以它會遭受到什麼呢 晶格原子的碰撞 產生組織的效果 最後停在晶圓裡面 而離子在晶圓裡面的碰撞 大致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Nuclear Starring 原子核組織 一種叫做Inletron Starring Starring就是體質 這英文叫做Inletron Starring 跟Nuclear Starring 有兩種機制 這兩種機制呢 我們可以來介紹一下 我們知道怎樣呢 矽晶圓 這兩種機制 這裡是微粉 吸晶圓 吸晶圓 吸晶圓裡面有什麼呢 有很多的吸原子 很多的吸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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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吸原子 周圍毀育總是有什麼呢 有電子嗎 每個吸原子四周總是有四個電子 總是有四個電子 對不對 每個吸晶圓裡面的吸原子 形成空架線 代表它外層會有電子 然後呢 今天你有一個離子 要入射了 你今天有一個離子 假設是阿瑟米的離子 阿瑟米的離子 要打進來 這時候打進來呢 就可以分你的運氣好不好 在打進來的過程中 他可能怎樣 打的時候 剛好打到什麼呢 原子核跟原子核 或是說吸原子核 吸原子核的直接的空隙 這樣打過去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呢 因為他沒有撞到原子核 他只碰到誰 他外層有一個電子 那這時候呢 就只剩下原子核的庫倫作用力 跟外部的電子的庫倫作用力 來阻擋它而已 所以這種呢 這種他跟外面的電子產生 碰撞損失能量 最後停下來這個機制 就稱之為 引淚充死大體 那還有一種是怎樣呢 我剛好撞到原子核 我們都知道原子的質量 全部幾乎 原子核的質量 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原子核 所以呢 碰撞到原子核 最容易產生角度很大的 飛台型工廠 就好像 各位 如果以前有學過 近代我就有學過 什麼 拉塞尼散射的實驗有沒有 露瑟的阿巴巴裡頭 打到原子核 會發現大角度的散射 那是因為打到了 撞到了原子核 因為 電子的質量很小 但是原子核的質量很大 所以撞到原子核呢 最容易損失能量 停下來 停下來 所以呢 這個呢 撞到原子核損失能量 停下來 就稱之為Nucleus 大米 就叫做原子核組織 原子核組織 所以 露瑟的粒子 打到 晶體內部之後呢 它要嘛就是撞到原子核 被原子核擋住 停下來 那要嘛就是怎樣呢 沒有撞到原子核 那就撞到什麼呢 原子跟原子 周圍 圍繞了 圍域的電子 那電子就知道 電子質量又很小 有沒有 質量大的撞到質量小的 質量小的就被砍飛了 對不對 質量大的就停不下來 這就叫做 你在做Stand 所以最後的TomoStand 就是這兩種機制的總和 那這兩種機制呢 在內部會導致怎樣的現象呢 像這樣子 如果今天陸射的原子 陸射的粒子 沒有碰到原子核 那就是怎樣呢 先Electric Start 馬上就碰到原子 是密密麻麻的 晶體裡面是密密麻麻的 撞到原子之後呢 就會比較 產生比較大角度的散射 或是大角度的碰撞之後的 彈出去 然後會損失比較多的能量 碰到原子核會損失比較多的能量 沒有碰到原子核 只碰到電子核 它隨身能量比較少 所以呢 最後的碰撞是隨機的 是Random的 它可能撞到原子核 可能撞到電子核 有可能撞到原子核 可能撞到電子核 可能撞到電子核 就一連串的空中 我的陸射能量只要越大 我就會大得越深啊 因為我就需要更多次的空中 才停得下來 陸射的能量越小 就會越淺 那如果今天呢 如果今天你陸射的離子 是高原子核 高原子核代表什麼呢 原子核越大就大顆 這個原子比較大顆 原子核比較大顆 但陸射的離子比較大顆 它就越容易怎樣呢 越容易撞到原子核 越去撞到原子核 其實就大了 因為你陸射的離子比較大顆 就比較容易撞到原子核 陸射的離子如果很小顆 就不容易剛好撞到原子核 所以 能量低 跟高原子核的離子 就很容易產生 Nucleus 那如果你是高陸射能量 然後呢 低原子核的離子物質 低原子核在什麼呢 原子核越小就代表 這顆原子越小顆 越小顆的離子在進入的時候呢 就不容易碰撞到原子核 所以它主要是 Eletron stopping為主 Eletron stopping為主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 撞到原子核 比較容易產生什麼 背向散射 那一般都是直接向裡面 一直不斷的 藉由一人串碰撞打進來 而又因為陸射的離子很容易 最終總是會碰到原子核 因為原子核還是讓它損失能量的主因 原子核被碰撞了 如果被碰撞的力量越強 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顆細原子 越容易怎樣呢 被撞離它的經格位置 那一被撞離它的經格入了一致 這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這就是一種缺陷 只要原子的環蓄不完美 就是缺陷 所以彼此不止打進去之後的 經格表面 基本上都是順傷的 都會順傷 因為被銀子轟的亂七八糟 就好像要打 打拉 就好像要抹勢頭 去打 還好的 什麼暴力球 我去撞就歪掉 我去撞就 你可能就會壞掉 我撞的能量越強 我的原子序越大 我的原子序越高 越容易撞壞 越容易撞壞 越容易撞壞你的經格 好 所以 最終離子不止的時候 KAR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叫做投影射程 也就是我入射進去之後 我一個入射進去 然後重來重去重來重去 最後KAR是什麼 我入射那個腳 那個方向 最後能夠走的直線距離是多少 這個就稱之為投影射程 好 比如說 我剛才談過 我 我 錄射是這個方向 我可能這樣子 碰撞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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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後KAR是什麼呢 這個方向 我布置的深度 直線深度 到底是多深 這就叫做 那 那 那 我繼續認證 會不會就是離子走的距離呢 不是啊 離子他可能進來 可能向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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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後走的路徑可能很長 可是最後停下來的直線深度 就不一樣了 這就要看你布置的能量 跟裡面原子的排列怎麼樣 所以呢 所以呢 這種 打進去的 深度呢 就稱之為 projection range 投影射程 那當然 你的路射程能量越高 你可以打的就越深 因為他會發生更多的碰撞 還可以停下來 那他就會往裡面碰撞的越多 那 這個投影射程碰撞會有個分布區域 因為他進去的碰撞是random的嘛 他是random 所以第一顆打進去的離子 跟第二顆打進去的離子 他們發生更多狀態 會完全跟我們一樣嗎 不見得 這是一種隨機過程 所以 所以離子不值 假設這裡就是晶圓表面 這裡就是C系晶圓表面 我離子不值打進來 我有停堆的離子 要打進來 每一個打進來 都是random的 我們知道 每一顆打進來都random的 那最後你會發現到 大部分的離子會集中在某個區域 某個區域的離子濃度最高 可是他會全部都在這條線上嗎 每一坑剛好停在這裡 每一坑剛好停在這裡嗎 不會啊 有的發生的碰撞比較少 他可能就打得比較深一點 有的發生的碰撞比較多 他可能就停在比較淺的地方 所以最後呢 他是一個什麼呢 他是一個分布 他是一個分布 他會是一個呈現類似高斯分布的形狀 也就是說大量 大部分的離子物質 他會投射在這個RIG 你知道這個RIG就是這個 projection range projection range指的是 最高濃度出現的位置 跟表面這個深度 最高濃度的地方 然後呢 總是旁邊會有一個 delta量 會有一個半高塊 就是濃度的半高塊 告訴你說 我打的深度雖然在這裡 但是我的分布是怎樣呢 從這裡到這裡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濃度 只是主要濃度集中在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 就稱之為projection range 然後旁邊還會有 部分的寬度 舉個例 比如說 我把我們台灣半導體 研究中心的數據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第一次 好 你看 如果今天我打的晶圓 我打的目妖目 是細晶圓 我打進去的離子是boro 席陣 這一個就是我離子不值的能量 離子不能打進去之後 它會告訴你什麼呢 第一個 火jection range 就是最多濃度落在深度的地方 叫火jection range 然後呢 它會告訴你 因為打進去之後 它是呈現一個分布的 這個分布會有什麼呢 會有什麼 會有縱向的 跟橫向的 好 所以你們看到它會有什麼呢 融個tubular的 strangling range 跟lateral的strangling range 就是它會注落在 多少深度到多少深度之間 舉個例 boro 10kb 火jection range 是多少 374 但是這374當中呢 它的融個tubular就是 縱向的 縱向的範圍 是203nm 換言之 我的濃度 我的主要的深度 是在374 來 拍到什麼呢 我往這邊打 boro 10kb 我的position range 是多少 剛剛說是 374nm 代表我的濃度最高的地方 落在距離表面深度 374nm 然後呢 這個縱向的部分 就是longtubular的range longtubular的這個delta量是多少呢 它剛剛講說這個delta量是203nm 代表什麼呢 374 就是往旁邊253nm 往下的 都有一定量的離子在那裡 因為它是這樣子分布的 所以呢 在這個range內 在quatchian range 正負 longtubular的strategling range內 都有大量的離子在那裡 只是主要深度是在quatchian range這邊 它不只是有這個地方 因為打進去是一坨打進去了 它的濃度分布只是縱向 還有很下的地方 很下的地方也會有 也就是什麼呢 如果我今天的光主在這邊 我離子不只雖然是這個方向打進來 但它總是會碰撞 在碰撞的過程中 也有可能是往旁邊嘛 所以打進來之後呢 我只有在這個區域 有 餐雜的 鼻子嗎 不是喔 它基本上是有一個分布的喔 所以這個 多出來的這個delta量 多出來的這個delta量 就是lateral strategling的range 它不是因為擴散 它是因為ridden碰撞 所造成或多或少 我明明是直直的打下去 我直直打下去 你可以確保它 不往左邊碰撞嗎 你沒辦法控制嘛 因為這個碰撞是隨機的 所以它 雖然是直直的打下去 但它還是有可能怎樣呢 隨機碰撞 是讓它往左邊撞了 隨機往右邊撞了 所以總是會有個 橫向的range 雖然只想要往這個地方打 只想要在這個底內有 只想要在這個底內有 零一直負責 但實際上不客氣 它側邊還是會有一定的量 那這個就稱之為 lateral的strateglingrange 好 所以 教大家了解了嗎 所以零一直負責在使用上 我們care的是什麼 我們最主要care的是 能量跟深度的關係 但是你要有的觀念是什麼 我主要打的 就算在這裡 但不要忘了 它還是會像中向跟橫向 都還是會有固定的散步寬度 這個散步寬度的來源 就來自於Random運裝所造成的 你無法確保第一顆 第一百顆 第一千顆離子打進去 所有每顆的離子 所碰撞到的環境都一模一樣 沒有 甚至你可以想 我第一百顆打進去的時候 我已經把裡面的金額拿完了 我第一千顆打進去的時候 它看到的環境 會跟第一百顆打進去 看到環境一樣嗎 不一樣 我前面我第一顆離子不打進去的時候 我細菌原還是非常規則的原子排列 因為還沒有經過破壞 我第一顆打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的金額環境是完美 可是我第一百顆打進去的時候 前面已經有99顆打進去的離子物質 它可能已經打亂了99顆的細原子 我第一百顆進去 我看到的環境裡面第一顆不一樣 那我發生這個random的行為可能不一樣 我第一萬顆的離子打進去 細菁原的表面的時候 前面已經接受過了9999顆 離子風擊了 那那時候的亂步又會跟後面的不一樣 對吧 所以這種控狀是random的 那根據實驗集我們會告訴你 它的分部長什麼樣 它的分部長什麼樣子 所以能量越高 projection rate就會越長 但是能量越高 所以它可以跑的深度越深 基本上它的 剛剛講過的 能量越高 不只是projection rate會越大 連tubinus traggling 跟tubinus traggling 跟tubinus traggling 也會變大 越能量越高 你就變成長度它了 它向旁邊側向 空撞的機率跟能量也越高 所以它可以走的側向它 部分中間深度 當然也會跟著變大 跟著變大 所以能量越高 不只是projection rate會變大 tubinus traggling 跟tubinus traggling 也都會變大 只是變化的幅度不同而已 再來 較小的離子可以打比較深 因為較小的離子 它發生了muclea的動作 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它可以打比較深 所以你可以看 同樣都是參雜 比如說這個是boro boro只有c 幾價格 10kb的projection rate 是374 那如果是0呢 for sparse 原子序比boro 還要大 同樣10kb 它只有1620 同樣10kb 但它的原子序比boro 比較大 所以它的深度比較淺 如果再往下 如果是阿聖明 哇 深的原子序更大 10kb只剩下121 所以你使用原子序 越大的元素 它等於是離子就越大顆 越大顆 它就越容易發生動作 越容易發生動作 它就越容易損失能量 就會停下來 所以它的深度就會越淺 所以如果你要把 魚子複子呢 打得要很淺 一個就是把能量逃避 但是能量在哪裏 都會有個機台的極限 那比者用另外一個討法是什麼呢 想辦法把 把打進去的元素的 質量提高 或是原子序提高 那這樣的話它就容易被拿下來 它就容易造成比較淺 的 的 所以它的深度就會越淺 現在的幾天都知道 其實都希望複子的越前越好 越前越好 好 那今天講一個 離子複子中有一個 有一個不完美的效果 叫做通道效能 Channeling費 Channeling費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入社的 基板 入社的半導材料 基本上都是單基材料 大部分都是單基材料 已經變入製造技術而已 所使用基本上是單基材料 單基材料的用點是什麼呢 原子排得非常規律 但原子的非常規律 就會有個缺點什麼呢 中間原子跟原子之間的孔洞 也非常規律 叫一下我們現在的教室 位置都排得好好的 可是就會有走道有沒有 這個走道也很直啦 如果說我離子複子打進來的時候 我讓我剛好抓到原子了 我讓我抓到電子 可是哇 萬一我剛好抓到的地方是 整條路徑都沒有離子 那我就幾乎沒有發生 紐顆粒要starting了嗎 我從這裡進去的話 我基本上只會受到要點重starting 我都不會抓到原子殼 如果你入社的角度 剛好符合原子之間的孔洞 而且剛好是很規則的排列 哇這顆離子你就擋不住它了 就好像最近大碗球有沒有 山遊之間漏洞都掉了 窗撈過去了 沒有人去擋它 它就是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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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出去了 那這個地方呢 你就很難去預估 它的勝度會到哪裡 這個通道項目對我們來感到不好的 因為我們希望是我們可以控制 參雜的原子 我們希望它停在我想要停的地方 可是這種通道效益 你就沒有辦法控制它停在你想要停的地方 所以通道效益全都會是不好的 對我們使用因子物質來講是不好的 它是一種拉提的Ion 朵拉提一路上都沒有點點狀狀 非常順順 因為你的原子是個規則排列 原子規則排列的晶體嘛 既然是規則排列 那就有可能出現什麼樣呢 某條路徑上面完全沒有原子 打在那邊 如果你離子不直的離子剛好 進入到這個完全沒有原子出現的地方 就像海鮮網裡面的無縫彈一樣 什麼都沒有 就打進去 哇 就會大腿生 這不不好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怎麼辦呢 為了解決通道效益 基本上離子不直都會盡量的這樣呢 偏一個角度去拿牌 偏一個角度 就變成它無論怎麼跑 只要是偏一個角度 不管它怎麼跑總是會風送到 細原子 那這個角度呢根據實驗的結果 七度角 會有最後的效果 七度角會有最後的效果 所以一般離子不直送去大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斜個七度角 進去 為了減少通道效益 但是如果是轉七度角 又會分成一個新的缺點 如果你的離子不直呢 有斜一個七度角 有斜一個七度角 它可以降一個通道效益 通道效益就是怎樣呢 我離子不大就有果決性認準 那我又會預估有一個什麼呢 有個高斯分布 有個高斯分布 會有個隆 聽聽的隆 所以有個隆 但是如果你有通道效益 代表什麼呢 會有少量的離子呢 直接當到很深的地方 使得在深度很深的地方 你還是可以看到 有數量蠻多的離子 這就是通道效益 我們不想要這個通道效益 我們想要讓它停下來 所以就會轉七度角 而這個七度角就會造成什麼呢 這個七度角就會造成 會有削掉令肺 陰影效益 比如說我離子不直 我光主擋住的地方 不想要被參張 光主沒有擋住的地方 我需要全部參張 可是因為我今天為了避免通道效益 我斜了七度角 斜了七度角 我這個角都打進去了 剛好打到光主 打不下來 所以變成怎樣呢 這樣子照下來 會有一個範圍內 是打不到離子不直 因為你轉的角度了嘛 原本要直的 一轉 一轉之後呢 就會被光主遮住 使得這個地方就有點冷靜 就好像太陽光有沒有 它如果直射的時候 直到直步的時候 你就沒有離子了 你只要一直震下來 可是只要過了中午 太陽一斜 你就會產生影子 齁 所謂的影子就是怎樣 光明照到的地方就是離子 離子不直也是 離子不直沒有達到的地方 就像是太陽光明照到的地方 對我們陰影區 這個陰影區呢 就沒有被離子不知道 你必須要這樣才可以離子 這個沒被打到的地方了 你要嘛就是用熱退火 給它擴散 還有一個最常做的是什麼呢 我雖然轉角度了 我用斜角度去打 但是 我可以讓它 這個角度 然後再反覆輕度打回來 就是我可能要打 115四方 可是我可以其中的514這樣打 另外的514這樣打 這樣中間還是115 可是這陰影區就會變成至少還有114 至少還有114 至少還有114 或者是怎樣呢 我離子不直雖然有TL的角度打 但是在打的過程中呢 我輕緣給它旋轉 我們剛剛才介紹過嘛 離子不直的其它 輕緣也可以 也可以自轉 我可以在離子不直打它的時候呢 輕緣旋轉 那譬如說我雖然是方向輕度角 但我這個輕緣會轉 接著在轉的過程中呢 只要轉過來 這就可以被打到 所以現在的輕引電腦製造技術 連打離子不直 你是斜起度小大 你這旋轉的角度 你是旋轉的大 還是只是兩個角度方向的大 還是四個角度方向的大 最後你看到的電特性是不一樣的 這個元件物有關 因為不同的打法 這裡的濃度會不一樣 你用旋轉的角度 分兩次的角度 還是分四次的 結果都不一樣 都會造成這個濃度不同 會對電競體的Nospat 如果這邊是Soft Drain的話 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可以透過晶圓角度 晶圓轉動 來解決這個陰影效果 所以你會看到 一般啊 如果你用輕度這樣打進來 它就在前面比較不容易發生 全都零費 但是有沒有可能 在後續還是發生全都零費呢 還是有可能嗎 因為我碰到這個隨機過程 我還是有很小的效果 機率怎樣呢 我剛好碰撞到散熱出來的角度 而這個角度 發生通道效應 還是有機會發生的 只是這個數量會不低 所以一般我們來看 這個參大零路途呢 它基本上前面是一個 高斯方權 而它比較深的地方 站出來剛剛掉下來的 而什麼時候又起來呢 還存在一個 第二趟的地方 就是因為發生了 通道效應所造成的 所以通道效應呢 我們只能盡量壓到最低 就是斜個角度 但斜個角度還是很難避免 它的碰撞碰撞碰撞到後面呢 沒有發生通道效應 這還是很難的 因為測試的機率嘛 所以呢 又開發了另外一種技術 可以防止通道效應 這就是我們前面有介紹的 那個 離子不止的一個做法 叫做 日飛精化 什麼叫日飛精化呢 我故意 我們先講過 之所以你會發生通道效應 就是因為什麼 被霧色的材料排得太好了嗎 你就是因為排得太好了 排得太完美了 就造成怎樣呢 它一定可以找到某個角度 是完全不會發生通道的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要入色的這個材料 我表面 我故意把它全部打爛掉 全部打爛掉 它就全部變成飛精化了 那這樣的話 還會存在 有一個特定的通道嗎 特定沒有原子的通道就是存在的 這種故意將排列很好的單機 故意把它打成 飛精而某個狀態 這個過程叫做飛精化 那飛精化會有什麼材料呢 通常會使用 相同種類的元素 比如說矽晶圓 我就用矽去打它 把它打爛 或者是用更大顆的元素 比如說褶 因為褶比矽的元質學還要大 那比較大顆 不容易發生 有顆粒的大顆 容易發生就可能是大顆 就很容易這樣呢 把它撞壞掉 直接撞到元質盒 然後把元質撞壞 那這整個就變成飛精化 飛精化 飛精化之後 在你擋擋冷凍 就很容易 停在比較淺的地方 不容易發生通膠效應 所以離職負質呢 基本上離職負質 在現在沒有在技術的 都是用在參掌 只是在參掌過程中 都慢慢朝向 希望參掌得越淺 在受罪敲 參掌得越淺越好 而要不要讓它變淺 又不要發生通膠效應呢 很習慣在表面 先打一層 是一個能夠捲那一年的離職負質 先把我表現成這樣 打爛掉 飛精化 那這樣的話 我連轉氣力表都不用轉了 我就不需要欺負腳了 因為我表面已經亂掉了 我已經讓經緣表面亂掉了 我個人不需要欺負腳 我就直接拿進來 因為我已經變成Random了 我原子太選擇 Random化 這樣子做 好 你這邊休息一下 這是離職負質 很重要的一些基礎觀念